朗朗与友人围坐吃火锅,谁注意吉娜饭前动作,暴露自身真实素养 暴露自身真实素养朗朗自从和吉娜一起参加了幸福三重奏这档综艺后,也被很多观众认识到了 大家都知道两人才结婚没有多久,自然是比较腻歪的,所以在看节目时自然是要吃很多狗粮呢 很多观众都是很羡慕朗朗能够娶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女生呢 而且吉娜和朗朗一样,都是非常有才艺的,朗朗这次也带着吉娜 还有新嘉宾林依伦到张国立的家里吃饭呢 因为人是比较多的,所以吃的自然就是火锅了 而且现在的天也比较冷了,吃火锅自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而且因为吉娜不愿意跟朗朗分开坐,所以两人就坐在一边了 可以看到吉娜还没有吃呢,因为朗朗先开吃了 所以她连忙就抽出了好几个纸巾给她,放在碗旁边了 感觉她的心思也太细腻了吧 而且还把朗朗给照顾特别好 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 这样贴心的好媳妇真的是很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